大家好, 荒原之間 今天是6月2日 深夜時分才錄這個節目 因為我和荒山都很忙 所以在這個時候 跟大家聊聊 有一件事大家可能不能關注 但相信不少財經界的人都會關注 就是開曼群島的情況 我們看到最近一個星期 開曼群島的官員 去到新加坡 和香港 去推銷 來開曼群島註冊是非常好 因為這是全球知名的避稅天堂 但是 我們現在看到 開曼群島的 業務 好像是 比較差一點 為什麼差一點呢 因為香港和新加坡 在爭奪大量的資金 要在香港下地 或者在新加坡下地 所以開曼群島說 我這邊是避稅天堂來的 你不如來我那裡 開公司 這樣就最好 但是我們都知道 現在美國 在那裡 將稅基 確闊 我要收錢 我收得更加狼 你不要說什麼 總之跟我美國有關的 我也會動手 這件事 我們之前看到有些銀行出了問題 例如歸谷 即是直谷銀行 還有其他美國銀行 現在爆雷的情況 暫時沒有聽到 因為聯儲局說 包底 但這件事都很值得我們再關注一下 尤其是開曼群島 方先生就說 可以KK這個議題 大家看到我一張表 給大家看 有幾個大公司 華為 海爾 福耀 格力 不同的公司 其實註冊地都不同 但我們看到 騰訊阿里巴巴 京東 小米百度 恆大網易 碧桂園 全部都是在開曼群島 註冊 究竟有什麼風險存在 方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又說回銀行 即是美國銀行的議題 之前陸陸續續有些銀行出了問題 然後美聯署 他們銀行的監管機構 都站出來暗嘩 有兜底 有存款保障 我們都以為報了一段落 但是近來出現這種情況 就是 美國的FDIC 他們是叫做 中文就叫做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這間公司出來喊話說 其實有很多地方 我們都是有存款保障的 你們公眾是放心 不要因為存款 破程銀行破彈 自己也不能淘汰 但是這個 他也說得是很對的 但是有一點大家要注意 因為這個保障機構 就是這間保險公司 它只是對它 美國境內 合法的公民 那部分的保障 它會兜底 而且就算你超出了20萬美金 那個存額 它照樣保障 但是 對於 例如境外那些 尤其是 例如 幾萬 那裡 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備訓 那 那 他們現在 聯邦儲備 那個保險公司那裡 就已經是 發聲 已經是說 他們對於境外的 歸谷銀行的境外的 軍公司的存款 不進行寶藏 他們不屬於 他們的保障範圍之內 它就說明一般無擔保的存款 那些就沒有這個保障了 其實沒有這個保障不止 它們還沒收了 它們現在在開萬群裡的分支 的資訊的存款和資產 有些機構或者有些存款 都已經在網上發了一些 或者發了一些視頻出來 都已經瞬間變成零 那它們現在都在說 中國合法的途徑去追 去追索 不知道真的會追得到 那希望它們可以拿回保障 那但是呢 其實這件這樣的事情 其實也要證明了其實 美國在搜割 不單純是中國的 其實它們是美國境外的 它們可能認為的 是有問題的 那些都照成你沒有牽牙 這種行為我覺得做很卑劣 還有呢 其實呢 也都印證了 一件事情 就是 當然在那個 我們叫做 BVI架構這些 可以避稅 又可以避開 不透明財報 這樣的一些功能 這些公司 其實呢 不是說 是很有保障的 因為呢 你有一定的得益 或者有一定的 好處 那時候 其實你可能就會面臨 一定的風險 那樣 好像現在這樣的情況 那時候 你真是沒有 這個 世界警察那個辦法的 那 那 但是呢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是啊 你們 就是之前呢 我們都講過這個問題 那我說 它在收割全球了 原來 其實 是真是 到現在走到這一步 那時候 就一步一步的印證了出來 大靖先生 有一點就是 我覺得 就是 每一個國家收回自己的稅務 呢 很重要的 收稅 是不是 你是我國家的國民 沒錯 雖然你告訴我 這個是一個避稅天堂 就是 我們見到 新加坡在2020年 就 出了一個叫做 可變資本的公司 我們香港呢 就在2018年 就 就開始有一個叫 開放式的基金公司 那 在制度上 的創新 其實是 方便一些基金 他們運作的 推動呢 就是 香港大家知道 和新加坡一樣 都是以金融業的發展為主的 那 這一點呢 就令到 開萬群島 就 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那 為何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呢 因為跟他搶生意 所以現在呢 就來香港和新加坡 就搶回香港和新加坡的生意 希望其他人去做 但是 這件事 問題的重點在哪裡呢 就是 我們見到 開萬群島 有關一些存戶 就被認為一些 一般沒有擔保的債權人 說沒有擔保的債權人 是很大件事的 是不是 有些什麼問題呢 沒有擔保 就是說 不關我事 你這個呢 你放錢 在我的銀行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錯 如果有錯 就 方先生就 指點一下我 第一 就是 我如果 我傳了錢 進去美國銀行 我當間 美國銀行有事 你那些 傳進來的錢 對不起 我沒有得給你 是不是 你不是我國民 那 我這個 就是 你 你死你死 是不是 加銀行 我就沒有責任去保障你的 是否這個意思呢 想請教一下 銀行 是這樣的 一般我們存錢 其實 從銀行的角度來講 這個存款 是他們的債務 是他們的負債 其實是借存戶的錢 是這樣的意思 一般我們現在 國內的銀行 其實 那個擔保機制 就是以國家信譽 作為一個擔保 同樣 它吸納了存款之後 它會交回一定量的存款 準備金給中央銀行 它有幾重的擔保 還有它要遵循 例如巴塞 那些 123的協議 然後它的資本充足率 又要去 不夠的時候 又要補充 或者是 還有一些勃力 它全部都要做的 那你現在在那個 例如這個 開蠻群腦 它比較開放的 而且它的國家信譽 喂 你這個島 你說的 你這個島 公民有多少 你的GDP 就是你國家的那個生產力 有多少 其實你做算清掉全國之力 你都可能對你的保障 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所以其實它整個機制 本身銀行 它在他們這個國土上面經營的時候 其實它真的沒有什麼抵押 也都沒有什麼抵押 它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它根本國家 是對它沒有辦法 因為我就算變賣了 你都沒有資產 我變賣了你的資產 你沒有資產 在我手上 在我國家手上 在公民的手上 你出了問題的時候 我都變賣了 都不夠抵押 所以 那些銀行業的運作 和那個信譽體系的話 那大家其實 就好像戴衛淑說 就在一個正確的 合法的地方 要納稅 受到國家的保護 受到一些信用體系的保護 因為這種 你開萬群島 你又不屬於 美國其實是大條道理的 你不屬於我美國本土的 我為什麼要保護你 我為什麼要給你擔保 我為什麼要給你信用 所以 以前真的很流行 開民間的避稅 大家也都要注意這個問題 其實現在新加坡、香港 開放這麼多的政策出來 去引回資金、資本 和一些公司回來投資 其實是很流行的 其實香港、新加坡 包括中國、大陸 其實很早就看到這些問題 你們應該陸續會察覺到 就是之前的 是很多年之前 應該是這幾年的 包括中移動、連空 還有一些大一些 當時在美國立斯達克上市那些 或者在美國那邊上市那些 基本上都已經是遷返回來 是在香港那裡重新上市 或者是在中國大陸重新上市 他們當時是 例如中國年同 它是私有化 之後再回來 香港那邊再掛牌上市 這樣其實 就是國家很早就已經察覺到 原來這邊 就是美國那邊 其實對你真的不是這麼友好 其實這個是必然的 就是我們由以前的日美的鬥爭 或者由美俄的鬥爭 到現在其實到我們現在 中美的鬥爭 其實我們必然會面對 因為我們叫做什麼 修斯底特 修斯底特陷阱 修斯底特陷阱 其實當我們一個一哥 面臨一個二哥要超過你那時候 你必然會打壓過你 或者是採取一些 那些我們叫做 非法也好 不公義也好 或者是不人道的東西也好 甚至戰爭 血洗你也好 它都會通過種種的方法 去打壓你的 所以我們其實 會面臨這些這樣的內容 我們不如提早準備 所以我們要正確地看待 就是現在他們的金融的打壓 或者是各方面的制裁 我們投資者 或者你是經營者 就是你企業的一些經營者 我們都要注意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在金融界 其實我們察覺了很多問題 例如這些開門群島的公司 你現在數下來的那些 都是科技公司 其實你都看到他們都不斷地下降 就是在中國大陸也好 在香港那邊也好 其實都證明了 它印證了它內部 可能多多少少就已經出現了這些 美國債務的問題 就是他們可能都會有持有美國的債務 或者是在它的銀行 在那裡出現一些 這些好像龜宮銀行這樣的情況 或者就是他們的資金來源 就是他們都會有些投他們的一些金主 或者是一些企業家 那他們本身所持有的一些美元體系的一些資金 他們可能都出了問題 他們要快速地抽走 或者是變現 或者是填補他們的債務 那種跡象 其實這兩年 尤其是這兩年 我們在金融市場裡 都看到很多這些現象 你說恆大的債務問題 還有之前推到很行的 其實他們都會面臨這些 跟美國點點滴滴相關的 一些扯不開的關係 不知道戴維社有沒有看到 或者是覺得是我們一般的投資者 應該是怎樣面對 或者是有些什麼再分享給他們 以前中國的稅務問題 是我們的痛點 因為大家覺得稅收很高 那當然去一些稅收比較低的地方 那譬如好像開晚群島 那樣的一些正 開一間公司 很簡單 怎麼檢查都檢查不到你 那你就很安全 因為你可以把這些錢存在美國 或者存在歐洲其他地方 那這些是最安全的 為什麼兩年會逐漸減少呢 因為大家開始意識到 喂 你之前所說的健全的金融體系 原來現在是完全不健全的 你是可以隨時沒收俄羅斯的資產 無論你國家的資產或個人的資產 總之我覺得看你不對路 或者不順眼 我就可以沒收你了 那就是呢 世界上高就回復了一個 真是壁裏分明的一個環境 那大家知道 美國為什麼這麼強大呢 就是你很多資金都可以去到美國那裏 就在那裏 就放在那裏 你就很安全 你就不會怕被人拿了 但是呢 想不到 就是鵝烏衝突之後 到美國的銀行業就爆雷了 發生了那麼多問題 喂 原來美元資產是很大件事的 那開萬群島那裏 那大家知道 美元是大件事的 那你現在還要我去開一些 就是美元的資產在那裏 那還有呢 是受理美國的控制 那給我當然不肯啦 那我不如在自己國家裏面 就老老實實交稅 做一個公民裏做的 要做的要盡的責任 就是中國的公司 就在中國那裏開回戶口 在美國公司就在美國那裏開 巴西也在巴西那裏開 但是中國呢 就有個特別的 喂 你可以在香港開公司 那就是一樣的 稅率呢 也都很便宜 新加坡都好像很穩陣 那新加坡就接收了很多 非中國的資金 那香港的資金有些 就在新加坡的 原因就是它那裏 讓大家覺得相對來說比較安全 其實 原因只有一個 大家覺得呢 老美開始很不安全 那這一點呢 所以就要走老了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的 美國 只不過我們以前 因為它控制了言論 我們一直接收到的信息 都是美國的自由主義 或者是金融的有多少先進 其實它那些黑色的東西 它還沒有看到 然後它要一面倒 所有的言論都會抹黑我們中國 其實你近期 大家如果看得多的那些自媒體 就是現在我們 大衛世界庭 還有其他的一些頭條 那些這樣的訊息 那時候都會看到 現在現在逐步逐步 狐狸露出尾巴了 那原來我們以前 一直向放的 一直追求的 那原來它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 我們有幾期的節目都這樣 我們中國的銀行 也都會有些問題 有之前說的 海南銀行 或者其他有一些 小一點的銀行 都出過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實在就是這樣 兜底 而且我們不會讓它 真的那麼容易去破產 去產生一些破產之後 很多的企業 很多的全部的損失 那但是其實 換個角度來講 我們看回現在美國 其實陸續有幾間的破產的情況 他們的處理手法是怎樣 那有一些地方是怎樣卑劣 有些地方是怎樣吃上難 大家都看到一清二楚 所以其實 其實它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我們其實一直以來的政府 中央政府 其實對我們的老百姓 是愛民而主的 而且是對我們不停保護的 我們肯定要用正常的稅收 一些什麼 其實我們正常的稅收 它就會抹黑成我們 高稅收 黑暗 或者是有些貪污 腐敗的一些情況 肯定每個地方都會有的 那它就把它放大 你們其實每個國家 你膽敢說 美國可能是 你現在最厲害的總統 它自己都會偷稅到稅 它做到這麼大 賺這麼多錢 其實我覺得 它不是在我們心目中是這麼好的 一直以來我們都被它的媒體 造假 它抹黑這一邊 沒錯 抹黑這一邊 就造造了自己的一個美好的形象 那現在全部爆煲了 爆了出來 這樣它就紙也都包不了火了 我們現在看清楚了 那有些企業家 那 是的 要合手去止選 或者合手去做一些處理 這個現實是醜惡的 那我們三月份都已經聽到這個消息了 但是 到五月底 最近才傳出 原來FDIC 就真的是食鹽 所謂的美國銀行系統 非常之強大 原來是流的 你這些存款 是非常之多的 因為世界上 很多國家都要 或者是企業 不要說國家 除了國家之外 企業的投資是最大的 你說 你不受你的存款保障 那我為什麼要存款 在你美國銀行上 所以摩根大通 即是現在 大家知道他來了中國 跟我們的領導人聊天 又說要吸納資金 喂大哥 你信不信一個 一個屈尾十 你有些銀行不行 失敗了 喂 銀行說一個信字的 你現在不值得信任 我為什麼要信你 所以這件事 正正可以說 所有的國家 或者所有的企業家 你不要說 你們是沒有國界的 始終都是有隻無形的手 在背後 牽著你的 可以為所欲為 做什麼就做什麼 尤其是 當你去到其他地方 有很多人都會想 想一件事 我經常看到 就是說 喂 中國這麼強大 為什麼跟美國爭 我跟大家說 如果你 自己國家不夠強大 你去到一些地方 在香港裡面 你的命 或者你的錢 你所有的資產 是拿著在別人手上的 美國陷阱那本書 已經告訴大家 你只要身上有美元 我就可以管制你 我就可以對你不客氣 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令到你覺得 沒有可能發生的 但是 因為你有美元 所以就一定會發生 現在我根本就不承認 你可以存款在美元那裡 因為你的存款 原來 是沒有擔保的債權人 即是沒有關係 沒有擔保 即是說 喂 這些完全不關 你放在我那裡的錢 我就大條到你沒收了 因為 你的銀行 撿了一顆 對不對 你又不是債權人 沒有了 包括國家都是 沙特 阿聯酋 你要投資下去 然後告訴我 沒有了 你的股份 一次過清晰 你的債人一次過清晰 原因是怎樣 你不是美國人 你沒有加美國的稅 你不是美國公民 憑什麼拿著好處 這個就是個實際的情況 對不對 我沒有解釋錯誤 阿方先生 沒有 沒有 因為債權人 這個 在於他們國家來說 其實你銀行 你沒有任何的 存款準備金交給我 沒有任何的抵押給我 我不需要對你負責 我不需要對你這家銀行負責 它說得對的 而且其實美國一直以來 其實它都做這件事 它做得很全面 還有做得很 我們叫做很聰明 應該十幾年前 你知不知道 美國它嘗試過做一個動作 就是清算 就是清點美國公民的海外資產 它要美國公民的海外資產要交稅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有 有的 它這裡 沒錯 它這裡其實是有兩個點 我們要認識一下 講起銀行 為什麼它說不擔保 如果你的房屋你有交稅 我做對裏進行保護 這個應該是在你國土環圍之內 這個是對的 但是它將 因為它當它美國公民 去別的國家買的房屋 買的土地 買的資產 它都要交稅給他們美國政府 那你交了這個 我就會移不來 那它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換言之你講得不好聽 叫做侵略別人的國家 所以當時我們中國是不理它 是不理它 你明白嗎 你如果一個美國公民來 我們中國買了一間房屋 買了一塊地 那個時候 這個人要交稅給你美國政府 那你當我中國是什麼 那我不明白 那你交稅給美國政府 那如果有賊入屋去搶外的東西 或者打劫 那我是找中國政府 還是找你美國政府 那你美國政府 你來保護我的話 那你美國政策 是不是要過來我們 我們這條執法 那其實是對不對的 那其實他真的很狼死 他覺得自己真的是世界警察 覺得整個地圖是台北 我不知道大家聽不懂得明白 這一點 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美國這樣做 是不是合理呢 因為你在海外的資產 你也要付稅 那是不是很多國家這樣做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下一集我再跟大家聊一下 好嗎 今天時間就暫時到這裡 我們趕著開萬群島這件事 好嗎 多謝方先生 記得訂閱大會上個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看廣告 謝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